第二个部分,我们会看一个convex lens形成一个real image 或者virtual image的情况之下,real和virtual image其实有什么特别的分别呢? 首先我们有个convex lens,有个parallel rays 首先第一件事,我们知道如果parallel rays parallel to principal axis 一定会聚焦在focus那里 留意,画光线一定要穿过这里继续去,不可以只停在focus的位置 继续,这个形成在这个位置,刚好在这个位置,也是那个image 这个位置也是那个image,image是一点 好,问题就是,光线,所有光线穿过了光线之后 都是进去这个image那里的 我们也可以说,所有光线都好似由image那里发出 重复,所有光线都好似由image那里发出 第二,所有光线是实光,是real的 所以这个image也是叫real image 好,下一个部分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眼睛在不同位置的时候看 那会不会看到real image呢? 会不会看到real image呢? 好,首先我们放在第一个位置,好像现在这个位置那样 我们看到光线,所有光线都好似由image那里发出 那部分我们的眼睛就进入我们的眼睛 部分光线就进入我们的眼睛 那就是说,我们都看到这个image的 好,但是当我们的眼睛在移动的时候,移动到哪里呢? 移动到这个位置的情况之下呢? 因为光线已经是没有去到眼睛了 那就是说,在这个位置看的时候呢?如果一直看的时候呢? 是看不到的image的 再说,除了眼睛之外,相机可否看得到呢? 其实相机的原理呢?和眼睛的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就是说,如果这个换了相机的情况之下呢? 这里一拍,是拍到image的 继续啦,如果我们将那个... 相机放在现在这个位置呢? 我们就拍不到image的了 好了,总结,就是说 这个是real image的 为什么呢?因为所有光线好像由这里实光 好像由这里发出,所以这是real image 第一样的 第二样的,real image 如果在适当的位置直望 在这个位置,即是这个范围里面直望呢? 就可以被肉眼或者是相机都会看到的 real image 是可以被肉眼或者是相机拍到的 但是问题啦,如果我们不在这个位置 即是什么意思呢? 我随便在另外一个位置看的时候 我有没有办法都可以看到这个real image呢? 方法是有的 首先呢,我们就放 把半透明的screen 一块平... 一块平... 一块平面 即是这样平面摆下去之后呢? 半透明的screen 英文就叫做 translucent screen 半透明的 光线打下去,就会发生一个 diffuse reflection 即是说它在不同的位置都会散出来的 意思是什么呢? 即是说眼睛如果在这个位置 或者是相机的位置都可以看到这个image 总结 real image 是可以被肉眼或者是相机都可以拍摄得到的 第二 real image 可以形成在一个screen上面 所以 这个就是real image的definition